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是收在了3041点 下跌幅度为0.7% 已经是非常给面子了 那么在欧美方面呢 昨天整体表现也是不是很好 英国 法国 德国整体走势呢 也是下跌大约0.5%至1% 美国三大指数也照常轻微下跌0.3%左右 在其他产品上 黄金价格轻微上涨1美元 而石油价格呢 则轻微下跌1%左右 那么今天热门话题 我们就小谈一下这个皇冠赌场事件 以及呢 与现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经济炒底的一个逻辑 那么最近几乎铺天盖地的新闻呢 就是澳洲皇冠集团在中国的员工被一锅端 那其实呢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针对海外赌场进行查处 在过去几年 包括了韩国以及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多家赌场的员工 在中国均因为宣传赌博事宜被逮捕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 这则新闻呢 直接导致的就是 皇冠赌场在澳洲上市的股价在昨天遭受了大跌 同时呢 澳洲其他博彩行业的股市呢 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不妨看出呢 其他的一些一些背后的原因 其实很大程度上呢 很有可能 这个这次的抓捕行动呢 是为了限制资金的外流 那我们都知道呢 你在国内的这个人去国外赌博啊 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 那么特别是上个月我们知道呢 在墨尔本皇冠赌场发生了一名华人赌客 曾经和赌场呢 输了超过4亿美元以上的天亮新闻 那么在这么大的这个新闻背景之下 我们都知道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枪打出头鸟 既然你皇冠赌场赢了4亿美元这么夸张 你这本来就是一个捞片门 还搞得这么高调 那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所以说这个呢 赌场抓一些赌场的销售人员 包括一个三个澳级的人员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那当然了 作为澳洲的媒体来说 这是可能天大的事 但毕竟他们做的是违法的事情在中国 但是呢 其背后呢 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呢 中国对于资金外流 或者说呢 对于外汇管制是相当的厉害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楼市呢 现在是非常的火爆 一线城市呢 这个房价是 涨幅是非常惊人 那很多人有这个理智的 或者说有先见之明的呢 可能已经这个出厂了 已经是把这个手上的盘子呢 抛掉一些 赚了很多的钱 那国家当然是希望你把这个钱呢 用来消费 用来投资 最好呢 再买点房 这是最好的 但是呢 不希望你把这个钱呢 换成其他的货币转出去 所以说 从这个现在的抓赌场人员这个事件上 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呢 其实房地产繁荣的背后 更多的一丝可能就是消费业和实体业的萎靡不振 那另外呢 我们知道呢 在最近几个月 跟大家我一直说到一个现象呢 就是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银行都在使用 不论是经济刺激也好 降息也好 降准也好 印钱等等 都在使用政策在刺激经济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可能经济的实体可能有些问题 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走后推 走这个下坡路 那为什么 既然明知道这个经济不好 我们不能提前卖出 还要留在市场中间呢 这不是矛盾的吗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跟之前说过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切记有一个心理 就是抄底 或者是猜测头部 在明知道 或者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有可能不好 或者说现在实体经济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是靠着政策在拉动经济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个头 或者说这个下跌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下个月 但是也有可能是永远不会开始 或者说换句话说呢 他这个刺激经济到刺激到后来呢 真的把经济给带动上去了 那么之前所带来的一些引进的副作用 就可能一笔口销 一笔口销 所以说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特别是这些像股票啊 外汇啊 黄金啊 这些流动资产 我们什么时候想抛可以马上抛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在目前这个刺激不断的这个情况之下 风险自成的价格在今年来说 总体上依然是一个上涨趋势 只要这个大大的泡泡不要被吹爆 那么呢 大家依然可以 大家是在这个海市盛楼里面呢 依然是欢腾不断 但是另一方面 在房地产或者是实体经济来说 那就是另一种想法 我们明明知道国内的这个房价 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呢 非常的虚高 有很多的泡沫 但谁也不知道这个泡沫什么时候会破 我们还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者呢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在涨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依然是凶猛的杀进去 他们觉得呢 我自己肯定不是击鼓传话里面最后的一棒 肯定有人来借我的盘 一有风吹草动 我大不了再把它卖掉就可以了 那我们知道呢 中国另外一句话 有一句谚语叫做 君子不立 威强之下 威显的威 就是说 你有理智的人 你明白事理的人 就不应该 不应该在明知道有这个风险 有这个危险的情况之下 还是硬着头皮去上 我们现在明明知道这个房价不合理 房价偏高 但是你这个贪婪的心理 使得你自己再一次杀入房地产市场 那么以后 万一你躲闪不及被套死在里面 哭跌喊凉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说苦 你自己既然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那么你就必须要忍受 以后万一你被套死的风险 所以说 这个威尸的泡沫 有可能是明天破 有可能是下个月破 有可能几年都不破 谁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 我们知道现在明明已经有了风险 风险是非常的高 而且房地产它不是流动性资产 换句话说 万一房价开始下跌了 这个速度会非常之快 泡沫会被挤压的非常之快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有时间能够及时出手吗 你有时间能够在不损失很多的情况下 及时出手吗 我看不见的吧 所以我们切记有这个贪小便宜的心理 不要以为你自己不会是 既鼓传花最后一棒 这个墙明明有危险了 你还在下面挖 到时候真的倒了以后 不要再怪别人 要怪就怪你自己 所以说最终我们说的呢 投资要有个风险概念 在流动的资产上面 我们可以投机 可以选择 等墙倒了再逃 也来得及 毕竟我们要卖股票 要卖外汇 当天任何时候就可以走 但是房地产就不一样了 实业投资就不同了 这类固定资产投资 当你墙已经发生倒塌的时候 你是来不及逃 你肯定被压在里面 而且是动不了了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单个产品 我们也说一下 先来看一下澳洲股市 澳洲股市呢 在昨天曾经一度是跌破了 5400点 最多去了5380 那么从现在来看 虽然有所反弹 但是依然趋势不明显 没有突破关键的阻力价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澳洲指数呢 在挂单上面上方可以选择在5440的价格挂单买入 下方的卖出单可以设定在昨天晚上的最低价格 5375 再来看一下澳元 澳元呢 在最近几天美元暴涨的情况之下 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上涨势头 其背后的原因就由于呢 铁矿石价格在过去的一周一直是上涨 所以我们说到澳元的三大支撑 铁矿石中国美国 其中铁矿石永远是排在第一名 目前呢是澳元测试测试两次一小时通道线 在没有被打穿的情况下呢 一个猛冲直接就上了上周五的最高点 现在呢大约是在0.77不到一点的方向 在这样上涨的背景之下 今天我们挂单 整体来说不考虑买入单 卖出单我们可以考虑操作的呢 大约可以激进一点 卖在0.7643 保守一些呢 再往下20个点大约是在0.7623 再来看一下欧元方面 那么欧元呢在昨天美元强劲的攻势之下呢 也是曾经一度跌破了1.1 但是呢向下大约是20个点之后再次反弹 现在呢虽然是叫反弹 但是没有冲破任何的关键价格 所以说没有出现买入信号 我们现在呢依然对于欧元只能以等待为主 买入单的话呢激进一些 可以在一点冲上了1.1之后 在1.1030的方向挂单买入 保守一些再往上30个点 在1.1060的价格挂单买入 那空单的话呢也是一样 如果再往下重新跌破1.1 我们在1.0990挂单卖出 保守一些的话呢 以昨天晚上最低价为例 在1.0960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呢今天是进入了第11天的盘整 整体价格在1300 1235 1240到1260或者准确的说是1250到1263 这13块钱的波动呢在过去的十几天都是按照这个情况 那因此呢黄金折服的时间越长 我们知道它以后的力气就越大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挂单呢 依然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昨天的价格 在1263挂单买入 以及呢在1249挂单卖出 那最后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只有两个事件 晚上7点半英国的通胀数据 以及呢到了晚上11点半 加拿大制造业数据 以及呢美国的核心通胀数据 所以今天晚上呢对于英镑 加元以及美元来说 它的走势将会比较波动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ac 我们明天再见